好来 这位帅气的小伙子也是本地人 认不认 对 我是土生土长的鸟不拉人 我是这个鸟不拉最热情的一个人 我的热情就好像一把火一样 我们把他在这儿烧了 因为我 小时候北京有这种叫接爱接下场 谁说话都得接一句 折早班了 今天休解 咱俩烧了你自己 特医演员 特医演员 好来您说啊 哈哈哈哈 咱这样一人一句跑下去啊 不能重 那你先来啊 是因为我的热情导致我在鸟不拉呢 打了三份的工 那是一个鸟不拉 旅馆 好这旅馆好 旅馆可能是他的 哎金碧辉煌啊这位 我肯定得去看看 哎呦别爱骂了 然后你让人看你了 鸟不拉旅馆是我的 哦但是他的哎 好原来如此啊 你早说嘛啊 有味的 鸟不拉香水店 我的 那还能能没味吧香水 香水也是他的 哇那味真的是太好闻了 那这个是个闻闻 香水念 啊来赶紧了 还有 吴宇 这个大导演 是我 吴宇是你的 弟弟 啊 他俩吴宇伦比 我们俩吴宇伦比 哎哎 行 为什么我来到这呢 因为我弟弟呢 要来这儿办一阵秀 我来帮我弟弟暖场来的 那接下来 我们大家说一说 你们和晕倒的女孩 真四八的关系 同时说说今天的时间线 好不好 还是从黄头先来 我跟他没关系 来这之前不认识 不认识没见过 我11点35 出去办了点事 12点05 回到这个摊位 坐在我这个悬浮椅上 然后就准备今天拍摄 好 明白了 哥哥 伦比 你跟真四八 没有单独见过他 啊 就是今天在这才见到他 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然后呢 两点我就过来 准备暖场 两点半他就晕倒了 你两点之前在干嘛 什么也没干 好来地点 看 舞蹈你是什么血腥鼻腥 真四八 你你姐妹跟他 哎那位工具箱 那工具箱里有啥 剪子 鞋头上没有血迹 什么 哇 玩的这么狠吗都 我看下这摄像机啊哥 这是大光圈偷拍我 我看 你跟四十八很亲密啊 哎呀 弟弟大了嘛 大了大了 哎 哇 哎有密码啊 有密码 来 密码香 好 零四八不是 我赶在试了 跟这二十这个这个飞镖这个盘这个数字会不会有关系啊 二零一二十一二零一一 看了真的看了 这谁真的是这不那个谁吗四十八吗什么什么 纯纯呢 纯纯 纯纯 哎 你看四八给你的信 假的真的现在嗯在他身上看到了在他身上看到了 啊 啊 哈哈哈哈 神 Herrn 好了是黄老师刚才是这样下的你再去瞎 margin 你再瞎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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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 瞎瞎瞎瞎瞎 文婦 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知道 四八给你的心 就是有一个人跟我一样 我最怕这种崇尊的东西了 我最怕这种崇尊的东西了 宋线板出来了 动轮 这是什么东西 你要打我 你要打我 快破案 别玩了 你们就知道玩快破案 那我说一下这个大光圈的房间啊 首先一进到他的房间 找到了就是一个我觉得最 吓人的一个一个线索 就是在一个工具箱里发现了一个带血的剪刀 好 我想请问的是 这个血是谁的血 四十八的四十八的血 对对对对 是他胳膊上我们看到的那个 对 那是是怎么回事呢 我我我这个理由是真的啊 你们肯定不信 但是他特别是就是这么发生的 他有线头 他说他要剪 然后呢 一剪咔嚓 然后没剪好线头 把那个手给剪了 把这给剪了 你撒谎 你看我就知道肯定没人信 哈哈 当时他就是这么个事 他目前也予以采信啊 予以采信 然后在这个大光圈常用的一个摄影机里 发现了一段他额外拍的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里边的两个人 一个是我弟弟吴雨 一个是真四十八 我好像偷拍我了 你跟四十八很亲密啊 他们两个呢在这呢就是轻轻腻腻的 然后看看上去很暧昧的一个关系 说明有什么问题呢 后来我们就在一个箱子里发现了 大光圈喜欢真四十八的照片 等一下等一下 人家叫真四八 真四十八 哈哈哈哈 真的是真四十八 真四八 真48 哈哈哈哈 这个看在照片上呢 能明显看到大光圈对真四八是有 是有感情的 大光圈爱心 然后真四八 他拍的这段视频 这段他们俩的这个亲亲我我一定是吃醋了 发现了一个这个大光圈的一个手机 手机里的短信的内容是 真四八给他说 扭不拉式走九遍真好听 然后大光圈说 我写的就是你写的送给你吧 ok 所以他下面有好多好几首歌 四八三十二四八四十八次我爱你 阳光彩虹小白马 对这首歌是特别著名的海红 小白马 然后对 特别好听啊对 真四八的歌全都是大光圈写的 我懂了他应爱深恨他给他给这个四八写了 没有合了是 正在写的四个字就说出一句 应爱深恨我天哪咱俩都没有 你看他那么爱真四八 然后结果给他写了那么多 却发现他和吴导演在一起了 于是开始应爱深恨 我说完了谢谢大家 那我觉得收到条的人应该不是我一个人 面带微笑的人肯定也说得过挺 对吧 来继续 行 那咱们就第二个事就是 你哥每个月他写着说他都会给你 每个月给你二百五 然后是好几年了 是这样啊 我弟弟有很大的梦想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我们 尿布拉市呢有一个许愿师 我就去那帮他许愿 就说我希望他能 以这个全国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这个点学院 没想到呢 这个梦想成真了 弟弟就去上学去了 所以呢我就是一个正常的给弟弟 记收莫费 那我那二百五呢 对是不是只是因为巧了 每个月都有人给他二百五 这二百五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看 你看他也有这张纸条 是的 哎 但是这个纸条啊 你说你呢 这个纸条吧 你说你的 这个纸条 你说孩子还是你 别说别说别说他一定有一钥匙 他一定有一钥匙 你们在这等着我把他拿过来 来吧朋友们 来吧 开了 哎呦 哇好多东西啊 这里有个学人启示真妈妈女儿 一直等你回来 真妈妈女三十七岁 于二零一三年的八月一日到达鸟布拉市 然后有任何的知情人请联系 哦 所有他头上带的这些饰品都在他这儿 这就是真妈妈的遗物 我先解释一下这些东西了 因为我开这个旅馆嘛 这些东西都是住在这儿的客人 无意中落下的东西 哦 然后我都给他们保管起来 等他们有一天回来来认领 我确实见过真四八 真四八跟真妈妈我都见过 其实在五年前啊 有一把宝剑也立到了我的头上 这个香水铺呢也是我来打工的地方 五年前真妈妈到这个香水铺的时候 打翻了一整排的香水 然后呢我们俩就发生了一些争执 在这个争执的同时呢 我就不小心把它给推倒了 我过去扶的时候呢 我一摸 我发现那个它的后脑勺有血 然后它就没有生命体征了 我来不见到 评论 初遭 开 开 by bwd6